适合于各种场景的日本枫树啊 特别值得种在我们的前后院 那么这种大家看到的 视频中的这种直立的枫树 它在夏天的时候是这种绿色的 年龄长一点的呢 就是变成了稍微深一点的绿色 当它到了秋天 满树的金黄叶非常的漂亮 我走近一点给大家看一看 您看这是它带翅的果实 我们叫它翅果 奶粉色的注立在树叶之间 像一个一个的小蜻蜓 特别的雅致 而且这种树直立形 层次分得特别的清晰 如果您喜欢这种层次感比较强的直立枫树 我比较推荐这一颗 翻译过来的名字叫橙色火焰 这种日本枫树啊 能长到二十肺的这么高 而且它特别特别的耐寒 而且抗旱的能力也非常的强 在比较炎热的地区 它也能生长得很好 如果当地苗圃没有的话 我们也可以去一些网站上买一些小苗 但是苗比较小 另外像这一种就属于是下垂形的 日本枫树也非常漂亮 但是呢它比较下垂所以修理起来 长得非常茂盛的时候 修理起来不是特别的简单 现在一般的苗圃都是根据树林啊 来决定它的价钱 像这棵树林长一点的就四百多块 我今年呢又种了一棵直立的日本枫树 这个品种呢叫青龙 非常漂亮 我是在Home Depot买的 七八月份的时候特别便宜 英语名字呀就叫Saryu 对于一个五feet高的啊 这个日本枫树来说 它可以说是最便宜的价钱 买回来以后啊 千万不要栽种 我们先把它捆绑的绳索啊 这些小的细绳都解下来 然后呢 我们就放在阴凉的地方啊 每一天都浇一些水 因为是盆装的 所以每一天我们都给它 让它阴湿 浇一些水 不要水太多 在阴凉的地方 一直呀 要放置到温度 能够保持在这一周 都能达到70华氏度左右 也就是20摄氏度左右 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栽种 通常情况下 我们栽种任何的树木 包括果树 都是春天或者是秋天的时候 才能栽种 尤其像日本枫树啊 秋天的时候栽种才是最好的 一般情况下都要9月底10月以后才能栽种 我用的土呢 有这么几种 一种呢 就是表土 像这一种表土 买多一些 平常不用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拿塑料布把它盖上 白天呢 不下雨 要掀开 要不它就潮湿了在里边 另外我用的这种土呢 就是花园土 尤其是专门种树的花园土 我们要买这一种 这种土呢 对于我们种松树和枫树 特别有好处 我还买了一些 买的非常多 Human soil 中文呢 就是腐植土 而且是这种有机的 发酵好的腐植土 这种土啊 被认为是最肥沃的土壤 每一年 我都在我的花园当中 让这个种菜的菜床上 都要加很多这种腐植土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泥碳险 这个泥碳险呢 是非常好的有益的 这种有机的土壤改良剂 您看它是这个样子的 它可以在植物的根部周围 提供非常良好的空气 和水分的平衡 从而呢 促进我们这个枫树的健康成长 好了 土准备好 我们准备挖坑 坑呢 我们要挖 是您的这个花盆的 两到三倍这么宽 深度呢 就是跟花盆 齐平 或略微再深一点就可以了 因为呢 枫树它是浅根细的 这种树 所以呢 我们不必要种得非常的深 另外一个 我们在上边 还要培很多很多的土 形成一个 这个高出地面的一个小土坡 这种形状 好 一般我们 咱们也得 挖这么几个小时吧 挖好坑以后 我们首先把腐植土 先放在坑的最下部 它能呢 比较长时间的提供各种营养 而且呢 它的孔隙 这种土的孔隙特别多 它基本上呢 就是森林里的大量的 这个树木的树皮 树叶 辅植 发酵 之后 形成 所以它的孔隙特别多 特别有利于排水 然后呢 我们再加这个 专门种树的这种 圆土 它的孔隙也非常的多 所以特别有利于 我们的风树的成长 这个风树的排水非常重要 它需要排水非常良好的土壤才行 另外呢 您如果要是家里有沙子 或者买一两袋沙子 混合在一块也非常好 因为沙子也非常利于排水 好了 把这些都充分的混合在一起 然后我们还要把我们刚才挖出来的 那个原来的坑中的 这个花园里边的 院子里边的土 把它再混合里边 这样呢 它比较能适应 原来的这块地方的土壤 好 再放回去原来的土 然后呢 我们再添加 刚才我说的这个泥炭显 把泥炭显也放在里边 把这个大的土块 要把它碾碎 然后充分的给它混合在一块 另外一点呢 就是选择种植的地点 这个选址非常重要 我们最好选择在上午 阳光充足 而下午能够遮阴的地方 如果实在没有这样的地方的话 那么最好 我们要准备一些遮阳的设备 比如说雨伞啊等等 尤其是刚开始种下去的一周 要尽量的让它避免阳光 这个暴晒 80华氏度以上 我们就要进行一些遮阴了 从我盛夏买回来 到种植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一直保持它在阴凉的 这样的地方 您看它的叶子 基本上都没有灼伤 在买来的时候有一定的灼伤 那么买回家 我们要把它灼伤的叶子 都给它剪下去 好 在种之前 我们要把它支撑的这根竹竿 给它拿下去 轻轻地小心别触碰了 伤了它的根系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在拿起这个底部的土壤的时候 可以事先轻轻地敲打一下 让它松软 然后轻而易举地就可以把它提起来了 接着我们放到坑中啊 不需要把它的根系完全散开 它会自然地伸展开的 我们找好它上边 这个朝向太阳光的位置 把它摆正位置 它的层次感 你喜欢的这个方向摆正 摆好之后 然后我们就可以向上边再继续培土了 上面的土呢 基本上是每一种土 大概都要两袋以上 这个泥碳险我买的是非常大的一包 一般要用上三分之一袋吧 三分之一包吧 把它都充分地混合 然后最上边我们再混合一点 一袋就够 就差不多 一点这个表土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我们要浇透水 大概我们得浇二十多分钟吧 我们在浇水的时候 尽量不要浇它的这个树干的部分 而是浇旁边的土地 最好用一个软管 软水管 在它周边的土地上 一直慢慢地滴 一直滴这么半个小时以上 那是最好的一种方法 等它表土干了以后呢 我们要来用一种营养液 来提高风速的耐热性 抗旱性增强 它对环境压力的抵抗力 建立更坚固的植物细胞壁的这种营养液 我会把链接放在视频下方的说明区 这种营养液我们只买一小瓶就行 每次呢我们就使用四分之一勺 四分之一小勺 四分之一 这个小勺 这个小勺 就可以了 给它放在喷射的喷罐这种小瓶里边 然后我们对上水 一加轮的水啊 最多我们对二分之一小勺 那么四分之一我们就对这个半加轮就行了 充分地把它这个摇晃一下 从上到下 每一片叶片我们尽量都喷上它 我们喷任何的杀虫剂 营养液或者是Neem Oil这些 都是要在傍晚时分 太阳落山以后 和早晨太阳出来之前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来进行喷洒 最后剩下的呢 我们再把它倒到土地里边 这样呢开始 这么两三次我们浇在页面上 以后每三五天浇一次水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浇在土里边就可以了 连续用这么几周的时间 您就会看到它抗旱的能力 尤其是抗这个太阳暴晒的能力越来越强 而且它生长得非常的茁壮 这个营养液的好处不言而喻 为了保证它的土壤不流失 我们还可以在周边 买一些这种灰色的 这样的浅灰色的石头 我们给它围上一个边 让它保持它的土壤 另外一个呢 我们可以适当地放一些小装饰物 比如说像这个Statue啊 一些您喜欢的雕塑 来增强它整体天园的效果 另外如果天气变热 气温超过85华氏度 我们就要进行大的遮阳散的遮阴 另外一点呢 我在过几周之后 我们就要铺上这种 比较大块的这种这个树皮 这样的木质比较好一点 这种大块的 对于枫树的这个保水啊 保温啊 防虫啊 都有很多的好处 好了 我会随时的更新 后期的枫树制作的视频 请您和我一起来分享枫树的成长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